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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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还在到处找周深重庆演唱会的饭拍 几乎看遍了每个角度 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事情 周深在演唱人事的时候突然就水淋淋的单膝跪地 然后手指着台下的生命忘情的演唱我深爱的一切 这应该算是赤裸裸的表白吧 新城的蜜子们真的太幸福了 然后周深还被12岁的小朋友教育了 而且小朋友还是转达好朋友的话 周深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 不要看那些流言蜚语 周深满脸笑意又很感动 还有周深每去一个城市巡演 除了这个城市的限定曲之外 更会用心地学习本地方言 这次在重庆直接方言演唱了《山城棒棒军》 现场还学江西话和福建话 加上会说的不知道多少种的外语 这语言天赋不比唱歌唱啊 还有周深一边吃汉堡 一边唱跳 一边努力吃汉堡 一边和彩带斗争 还不耽误唱歌 松弛感拉满 这不仅仅是奇迹时刻 更是真正的奇迹时刻 这演唱会怎么盘都盘不够啊 一次给大家添了一些许毛关 值得值得 谢谢你们 我遇到你们才是最幸福的事 如果用江西话说 周深在重庆开演唱会真的好开心啊 你该怎么说 这可能你一点都听不懂 试试看 周深度的重庆开演唱会 周深度的重庆开演唱会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我看看是哪个我 瞧不起我 周深的重庆开演唱会 你说你说 周深的演唱会 我说你的语言天赋 不是崔的 谢谢 原来你是为了表扬我 来看一下你想听哪首歌吧 还有一句话 让我同伴说一下 你同伴说一下 怎么称呼你 对不起 我忘记你了 给回麦克风 我叫青翠 青翠 谢谢我们青翠朋友 旁边的同伴 周深 你好 我是来自福建的朋友 哦 你是来自福建的 是 他是来自江西的 你们是朋友 是的 哦 中间还有一位 对不起 哎呀 还真是乱点晕央土 你好 您等我称呼 谢谢你 我叫 璀璨 倪仁 好文艺的名字 你写的是家常吗 我会加油的 福建家常 我会加油的 然后 想用那个福建话跟你说一句 欢喜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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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爱你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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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青翠 谢谢 璀璨 倪仁 你的名字真的也是 蹦蹦蹦 我们在重庆居然学会了一句江西话和福建话 那这首歌 只字不提 希望你们能喜欢 周深不仅是一位嗓音独特的优秀歌手 而且实施歌手界的劳模 不仅OSD新歌不断 而且成为歌大晚会的常客 每首新歌 每个舞台均为广大听众称道 据不完全统计 2024年初以来 周深发布的新歌一达20多首 还不含专辑 而其他场合演唱的歌曲更是不胜美举 如此有实力 唱功惊人的勤奋歌手 当然会被更多人所喜爱和期待 比赛云生日 repairs 都市场上外备雨 都是池弟子摆鱼 但是还不满地 甚至比赛云有人不忍生日记也起立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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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认为我相信我可以 我给自己的设定就是 我要当那个最佳一方 就是当我看到那个歌 它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我要去服务那首歌 它抒情的时候 就要好好的表达它的情感 然后如果它是像 像等你这样的歌 就不是那么展现 唱歌的音域啊 或者怎么样的 的时候就要去小小的跳一下舞 但是因为我们准备舞台的时间 其实没有那么长 所以舞蹈相对来说 比较就是 我也尽力了 大家也看到了 我是真的也尽力了 跳舞的天花板真的就是 总之就好好的服务歌曲 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我呢又这么内向 又很不擅长聊天 老师你的表情的意思就是 对这一段话比较是否定的 你最果断和最纠结的一次 选歌是哪次 最果断的一次是第一期 就是很精准的知道 自己想唱那两首歌 两首歌都想唱 所以又一个抱 一个去聊 就耶 就成功了 然后最纠结的一次 应该是 就最近刚播出的这一期 《至于我有关联》 这一期 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 《苏狗》那首歌 非常打动我 然后我也很喜欢 《至于我有关联》 但是我那一下 我也觉得我不想 在这一期 就是这两首都唱 所以我觉得我都没有把握 所以我就想的是 我就要专心去 专心去聊一首歌 然后当时去《苏狗》那边 你就聊 就会有一点点压力 因为人家都写得很明确 我们的小董 他就是冲着《小小师来的》 所以感觉去了 就有一种夺人 所爱的感觉 所以就还很纠结 所以就一直很纠结 在门口坐坐 坐了很久 但是虽然在电视里面 就看到我就坐了五分钟 但至少我都在门口 做了二十多分钟 最后就算了 我还是去 你的《至于我有关联》 所以就 这是我第九节的一次